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一则网友的铁文引发了对火车票价格的关注和讨论。 该网友发现,在同一车次和铺位上,平日和国庆假期前一日的票价相差巨大,引发了疑问。 为了解情况,大碗新闻记者查询了12306平台,发现价格却有浮动。 12306客服解释了票价浮动的原因,表示这是由于折扣不同导致的。 旅客的疑问和吐槽引起了广泛关注,但12306也表示公布票价会在APP中公示,旅客可以通过查询功能了解到票价情况。 总体来说,票价浮动是根据公布票价进行折扣的结果,而动物作为本身价格较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